墙面还创意只是幼儿园还创重要的一部分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国外创意主题墙布置案例,看精彩的墙面能给孩子和家长怎样的惊喜,记录成长类,国外的创意主题墙画风活泼,并不一味的向家长汇报幼儿园的活动,更多的是告诉家长孩子在幼儿园的变化与成长, 把孩子们的照片和名字张贴在墙上,可以让孩子对班级产生浓浓的归属感,用细线模拟出孩子们的身高,再在细线顶端贴上照片,一个可爱有趣的笔包墙就完成了,还可以把孩子们自己画的像像取代照片,更加生动活泼,吸引孩子和家长关注,谁的微笑最美,你能找出自己孩子的微笑吗? 创意主题墙中孩子的微笑,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,这样的布置,也可以增强家校之间的互动,除了摆放孩子微笑时,嘴唇上翘的可爱面容,老师们还提思妙想的贴出了孩子双手的照片,再在照片下写出孩子一些小个性,整整信息,每个孩子都是相同的可爱,就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。 当然,还可在创意主题墙中,张贴出一些新教师的信息,以轻松活泼的方式,主动向家长介绍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老师们,更有温度感。 电影电视类,国外幼儿园的教师,一般会像欣赏孩子一样欣赏家长,感谢家长,朋友式的对待家长,如老师们,以每日Friends为主题,制作了一期创意主题墙,将家长们的照片放入其中,显得温馨美好,十分亲切。 以孩子们很喜欢的动漫作品,飞舞环游记为主题的创意墙,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或老师的寄予贴在气球上,充满幻想和童趣。 不顾老电影主题的创意主题墙,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参与其中,彩色霓虹灯,为圈出的创意主题墙,每一个霓虹灯上都写着一条信息。 饮食餐具类,食物类的创意主题墙,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。 老师们喜欢把孩子最喜欢的食物作为联系来的元素,新银活泼。 爆米花,爆米花主题可谓是创意主题墙中的爆款,老师们会将孩子们的名字,写在散落的爆米花上。 爆米花筒也可制成立体的,里面塞上碎部即可让同体膨胀,也可直接张贴画有红白桥文的纸。 薯条,老师把黄色的纸条作为薯条,在每一个薯条上,写上孩子名字的英文字母,再将其放在金广门的薯条盒中。 颜色鲜艳,十分逼真。 茶杯和茶包,老师的奇思妙想,把班级比作茶杯,每一个孩子比作一个茶包。 在茶包悬挂的纸片上,标注了孩子的名字,寓意大家融合在一起,才能让班级这杯香茶更加浓郁。 巧克力豆,孩子最爱的巧克力豆,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不同的色彩。 餐具,以刀插纹边框,融入杯子,餐部等元素,可以将需要表达的内容放在盘子中。 餐具在老师的手下也变得十分有创意。 探索海洋类,设计和运用创意主题墙,仅需要老师的工作热情,责任性以及良好的素质。 而且还要具备精进的理念,科学的方法和出色的运作技巧。 如,孩子对于自然总充满着幻想和探索渴望。 浩瀚的大海,多样的海洋生物,勇敢的潜水员,都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心。 老师们在创意主题墙中融入自然地理元素,能在前一幕画中给予孩子启发。 同时,也能加深孩子们对于各种海洋交通工具的认识。 老师也可将写着孩子名字的卡通海的图片挂在于网上,充满童趣。 生物科学类,通过更多的通过实力、故事等形式传达教育意图。 这种形式很受家长欢迎,也亦与几笛家长深思盛行。 勤劳的小蜜蜂,将可爱、有趣的动物形象融入到创意主题墙的建设中,选择一些有活泼颜色的动物,以达到活泼美观的要求。 老师可将需要表达的内容,以蜜蜂之间对话的故事形式表达出来。 更衣让孩子接受,神奇的大变,做音系大变主题的创意主题墙,让孩子了解饮食与排泄之间的关联,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变化。 绘画生活类,绘画类,爱画画,爱玩色彩是孩子的天性,将孩子们的画作加入创意主题墙中,具有特别的意义。 孩子将他们的字画像,画在蜡蜜形状的纸片上,再放入蜡蜜袋中,成为创意主题墙中,量力又有一对一角,用材质做的大笔刷。 在创意主题墙中,刷出一道彩虹,颜色十分顺利。 生活类,将孩子的脏衣裤,贴在创意主题墙中。 告诉家长,如果你发现孩子回家时弄脏衣裤,一定要相信他们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弄脏的,以幽默的画风解释孩子弄脏衣物的原因。 写有孩子名字的T恤,在阳光下坚守飘荡,寓意,友好相处,握紧朋友的手。 把费旧牛仔裤拆卸下来的裤包,贴在签到墙中,十分新颖。 牛仔裤颜色灰暗,配上颜色艳丽的材质,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。 在母亲节,感恩节等节日时,可借鉴如下图的创意主题墙设计,分别将写由老师、孩子、家长祝福的爱心变先贴在上面,满满的温暖和感动。 写在后面的话,创意主题墙,也是家长进入班级看到的主要环境,内容丰富,外观美丽的创意主题墙,是班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